第一件事,如果大家记得 去年的12月中,我们说了新一年,就是2022年的选股 我们给了7只,很快就数一次了 因为我觉得这7只还可以留意的 适合价就可以留意的 7小福当然了,这一排股市做得好一些 7小福都做得好 基本上,我们事先声明 7只里面只有5只下过我们的卖入价 有2只其实未到过卖入价 但是7只都应该是升了,所以升了 但是只有5只是给你买到升到的 2319其实是厉害的 那我看到现在来计都在做49,即是经价时段 都49.7又迫近了50元 如果你比较我们12月9日的时间 那些价位来计,都升了超过10% 2319,另外就是291,就是说华润啤酒 昨天来计都高位做过就是64.25 那我们是58元买的嘛 这里有10% 好了,接着本身最慢的那一只 我都很难搞 就是偷博了 我们是8.82元 熬到7元 终于收成正过了 近这一个星期是爆到我都不信了 那就上到8.6元 这里又有大概5%左右 那接着388 曾经升过480 现在下回 刚好是我们的建议买入价435 那所以以下就可以留意了 跟着1299 有帮我们80元介绍 买到 现在升了 贴近90元 那就超过10%的回报了 去到1799 那本身说15元 12月15日就调低14元 买入价 现在做15个多 都赚一个多 接近10% 最后一只 就没到过价 但是就是399 新特能源 那这一排又做好一点 就上回10元 都是我们买入价9.2元 那没到过 不过都是有个升幅系统 所以总体上受惠于市房 7小幅 7只或多或少都有升幅 那大家可以继续留意